同理心的表現、方法 另外就是情緒反應 情緒反應是一個同理心的技巧 舉回剛才的例子 如果剛才的太太這樣跟你說 你可以說 你先生從來都沒有欣賞過你 雖然你教得兒女很好 但他從來都沒有欣賞過你 你一定覺得很洩氣 這就是反應他的情緒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樣 對方就會覺得你是在聽他說話 你是很明白他的 另外一個就是比喻 比喻也是一個同理心的技巧 例如一個人跟你說 他覺得的壓力很大 你可以跟他做一個比喻 你現在的心情 是否好像有一個石頭 壓著在心裡 很沉重呢 又或者你現在是否好像在隧道那樣 黑漆漆看不到光明 看不到未來 如果你懂得用比喻 對方就會覺得 對方就會覺得 你是很明白他的心情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跟他分享 分享你有相似的經驗 例如 如果小朋友跟你說 我最討厭英文 我讀英文很辛苦 如果你有相似的經驗 可以這樣跟他說 例如我那時讀心理學 初初接觸 很多心理學的名詞都是英文 很深 我跟他說 我都試過這樣 讀到我便想把書 都放在街上不再讀 如果你這樣跟他說 他就會覺得 你有相似的經驗 你都很明白他 還有